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以此类推构成了完整的一年四季 每个季度又分为梦 种 祭三个月 然后是二期标题 比如梦春期下面有梦春 本生 种 祭 贵公 去丝 一共五个小节 这种布局就是把人类社会嵌套进了一个宏大的宇宙模型 宇宙是大宇宙 社会是小宇宙 彼此呼应生生不息 这是古代中国的一个经典模型 还衍生出不同的遍体 比如道教修仙和医生治病都会把人体当成小宇宙 而如果以人体为小宇宙的话 社会就变成了中宇宙 大 中 小 三个宇宙 形成嵌套关系 接下来就可以做出关键性的一步推理 既然大宇宙 中宇宙 小宇宙都是宇宙 貌似它们只是规模上的差异 而不存在本质上的差异 换句话说 它们在本质上是相通的 那么大宇宙的规则应该同样适用于中小宇宙 反之亦然 而作为小宇宙的个人 完全可以通过深入认识自己作为小宇宙的宇宙特点 进而洞悉中宇宙和大宇宙的本质 并且和后者融为一体 当你理解了这个逻辑 就很容易看懂古代医书和城珠理学了 城珠理学里边有一个著名的概念 民包物语 出自北宋学者张在的新名 今天经常被拿来形容民族国家的凝聚力 其实它就是上述那种宇宙论的延伸概念 这种观念的萌芽就在战国时代 我们来看吕氏春秋 种春季的第一节 种春 种春相当于今天的农历二月 在这个月里 吕氏春秋奖 太阳位于二十八秀当中的葵秀 在甘肢系统里属于甲乙 主宰这个月份的天地是太号 天神是勾芒 活跃在这个月份的动物是鱼类 对应这个月份的相对音高是五音当中的绝 绝对音高是十二绿当中的加重 相应的数字是霸 味道是酸味 气味呢 是山味 这个月里要举行的祭祀是户祭 在祭祀典礼上 首先要用的是动物的脾藏 这个月里啊 会开始下雨 桃里花开 黄黎明昌 老鹰变成了班鸠 天子要住到东向明堂的中间内间正室 从衣服到车子旗子 一切物件都要用青色的 你看 为了配合大宇宙 天子的生活也不容易 不但要像变色龙一样打扮自己 还要在相应的月份换到相应的起居室 这应该算是居无定所的最高境界了 在这一节的记载里 仲春之月还有一个重要的特点 那就是昼夜时间等长 这话当然不准确 毕竟当时的天文测算还不够精密 但至少春分那天是落在仲春之月里的 如果粗略的测算春分前后那些天的昼夜长短 倒也可以说是均等 因为这个缘故 所以这个月份正是校准杜梁恒的最佳时段 人类就是应该这样根据大宇宙的运行规律 来调节小宇宙的运行方式 那你应该不难想到 秋分所在的那个月 也就是中秋月 应该也是校准杜梁恒的时间 吕氏春秋在中秋季 中秋那一节里确实是这么讲的 那时候和月份相应的相对阴高 变成了五阴当中的商 绝对阴高变成了十二绿当中的男吕 数字变成了酒 味道变成了新 天子换成了一身白色的装扮 大概有几分在灵堂里披码带笑的感觉 一切都在按照节奏发生改变 而昼夜等长的现象 轴而覆始的变了回来 所以这又是一个校准杜梁恒的时段了 事实上战国时代的各大诸侯 校准杜梁恒的时间 真的集中在春秋两季 但真正的原因 很可能并不像吕氏春秋讲的那样 而是在这两个时段里 器物受热胀冷缩的影响最小 战国时代并不是只有秦国统一杜梁恒 而是各国都在搞统一 当然各有各的统一标准 只是公孙央下手早 力度大 效果最显著而已 到了战国晚期 各国基本都有了很成熟的杜梁恒校准体制 每次校准之后 还要把简教结果 镇刻在杜梁恒上 所以我们今天才能知道 当时的杜梁恒管理方式 秦国到处攻城掠地 抢过不少东西 其中就有其他诸侯的杜梁恒 抢夺到手之后 秦国有关部门 还要对这些器物重新剪较 折算成秦国的杜梁标准 这一类的出土文物很多 比如有一件赵国的铜制容器 名字叫和 写法是和苗的和 下面一个器皿的皿 和原本是调酒的容器 酒太浓了 就掺一点水搅拌一下 如果又嫌淡了 就再掺一点酒 继续搅拌 在这个意象上 这个和字 后来演变成和面的和 今天啊 你如果和面 或者是和饺子馅 你就可以想到 这个和字的来源 是两千多年的调酒器 赵国的这件铜盒 有两段名文 第一段是赵国的原刻 虽然有一个字 已经磨灭不清 但还是可以推断出来 名文标明了 这件铜盒的容器是两斗瓣 秦国把这件战利品 重新剪较之后 加克了一段名文 原话是这样的 金三斗二升 少半升 重十六斤 不但把容器做了重新的检验和换算 还把重量也撑出来了 我们用今天的标准 再做一遍测算 就能知道 当时秦国的一升 相当于今天的 一百九十八毫升 也就是说啊 秦国的五升 大约相当于今天的一升 1975年出图的税虎地勤检 有三篇内容 都和校准杜梁衡有关 一篇叫做功率 记载校准的程序 说政府啊 每年都要校准一次 一篇叫做内史杂 记载着杜梁衡的一些使用规范 说官府的仓库里 必须配备全套杜梁衡 不能借给老百姓 就算长时间不用 也要像正在使用的杜梁衡一样 定期校准 还有一篇叫做效率 规定了校准杜梁衡的误差范围 如果检验不合格 还会对责任人做出相应的处罚 主要都是经济处罚 1964年陕西西安 阿旁公遗址出土了一件铜权 现在呢 收藏在陕西省博物馆 所谓权就是秤陀 前面讲过 公孙杨统一杜梁衡 一共统一了六项标准 分别是斗 勇 权 横 杖 尺 中间的权和横 一个是秤陀 一个呢 是秤杆 所以权衡有了今天的隐身意 表示啊 在心里啊 掂量一下 出土的这个铜权 样子有点像今天健身用的狐灵 铜权上面有清晰的名文 记录时间 地点 人物 重要的是人物 一共三位 从职位上说呢 一个是七公 一个是城 一个是公立臣 各有各的名字 七公并不是游七公 七是地名 在今天的陕西嘉县 说明这个人啊 是七弟的公师 这枚铜权由他建制 城市是官名 相当于铜权铸造的项目经理 公立臣基本上等于服苦役的犯人 这个人呢 才是实际干活的人 从署名来看 铸造这样一个铜权 在程序上啊 已经形成了三级责任制 咱们一旦出现问题 就可以按照署名 逐级追责 同权上的名文 还不止这些内容 接下来还有 核弹高弩四个字 翻到另一面 不但有高弩弹三个字 还有秦始皇二十六年的诏书 和秦二世元年的诏书 这几个字 有什么意思 我们下一讲再聊